讓工長要邀請要一千兩百個便當 我說怎麼送你才六十個 台南市長黃偉哲視察淹水 後備區長報告狀況 指出竹心理活動中心 安置了六十幾個災民 但要求公所送去一千兩百個便當 這讓黃偉哲臉色一變 台南後備地區新家竹心理 直到二十六號晚間水都沒退 現在傳出黃偉哲 對要送一千兩百個便當有質疑 當地里長出來澄清 是因為想要發給權利的李民 原來有部分李民守在家園不願撤離 但當時因為一樓淹水 無法出去買便當 竹心理大約六百二十多戶 人數一千六百個 要求一千兩百個便當 不是只給安置中心的災民 而是希望發給全部的人 根據災害防救法 其實我們是有權力強制把他們撤離出來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的便當之亂 但是我們如果災民需要 我們一定要做 黃偉哲再度回應會盡量滿足災民需求 但更希望當下大家是安全撤離別受困家中 便當話題可以停止 現在應該全心全意一起災後重建 三星區的網站鼓仙台南報導 好 謝謝